好 另外来看看是台湾篮球好手野兽林志杰 昨天在CBA广下对战北京比赛当中 和对手爆发了肢体冲突 当时他和对方的球员翟小川在禁区附近卡位时 对方认为他卡位的动作太大 直接出拳攻击 当场让两边的球员冲上了球场 三分球 看到这边有肢体上的冲突 赵阳广下投秒这一段保有领先优势 但接下来看着禁区卡位 北京队的翟小川重心站稳后 先是用力一扯接着挥右拳 打的正是野兽林志杰 刚披上浙江战袍的小老弟刘征 走上田替前辈护驾 而翟小川则是甩了甩左手 原来当时两人拦下卡位 野兽不慎把翟小川的左手夹了起来 让他当场发怒动手打人 但是翟小川低下挥 林志杰这边是抬脚了一下 换个镜头看 林志杰在第一时间 这个动作也不太妙 引来中国大陆球评货难 骂咱们野兽得了便宜还卖乖 台湾打球就是家喻户晓 那他的球风其实大家都 很喜欢看他打球 狂野 事实上林志杰过去打球 就鲜少发生打架事件 在球场上球风狂野 就像野兽一样 可是被大陆的球评称为是好脾气的代表球员 队友跟对手的一些较劲 对 然后喜欢现场的氛围 然后会影响我 影响我的就是亢奋情绪 对 打了九个球技 平均每场还能较出13.6分 1.7次超级的成绩 也让林志杰早早成为浙江的主力战将 难得因为打架登上媒体版面 让球迷叫驱 毕竟禁区卡位动作本来就会比较大 合理范围内 理应保持君子风度 靠实力决胜负 国会中心 段農报导